OdioJungle Odio发现,必将严肃处理,谢谢,新旗军事文化团队第898期,这几年,随着中国总体军事实力的快速发展,已经引来很多国家对我国的不满,尤其是西方大国美国,更加担心自己的地位被挤下,到时候即将面对多国的打压,于是开始对中国频频发出挑衅,试图阻碍中国发展。 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南海颁布了自由航行的条例,因此美军军舰强势闯入我国南海、黄岩岛等多个领域,甚至美国的航母都多次前来巡视,企图用强大的海军实力震慑中国的发展,但是美军每一次的挑衅都换来解放军的驱逐,而美国每次只能前往南海海域14海里的位置,就不敢继续向前迈进。 一旦越过战争红线的话,即将遭受解放军的猛烈打击,要知道我国拥有多款可以对航母造成威胁的航母杀手反舰导弹,比如东风21D反舰导弹,霹雳15导弹等等。 这些导弹在我国南海附近至少拥有上千枚,它们主要的作用就是保卫我国南海的绝对安全,一旦发展战争的话,将会全面进行攻击。 哪怕美军多艘航母战斗巡来这里,也比挡不住上千导弹的空袭,这就是中国的强大实力。 而且我国五代战机歼20,已经列装到空军部队,现在已经形成了战斗力,到时候携带我国最新的作战导弹。 对美军来说是巨大的威胁,美军是肯定不敢在中国家门口开战的,毕竟战线这么长,单单依靠海外基地和同盟国的话,根本不是中国对手。 就算美军真想和中国一较高下的话,美国很有可能会招受更多国家的联合对抗。 中国在国际是出名的和平发展国家,在国家上面的盟友非常多,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相当紧密。 美国最害怕的就是中俄联合。 读者们,你们觉得呢?